這條就是把循環小數變成一個Equivalent的分數 Equivalent 即是分數計算出來可以變成這個循環小數 如何做法呢? 我們先把 let x 就是這個 3.0405 4.05的循環 其實代表什麼呢? 留意了 3.0 這兩個數字有沒有循環 然後就405405405一直循環 那麼我們任務就發現了 這裡的尾巴一直重複的 我們希望就是想 弄走這堆尾巴 我們想弄走這堆尾巴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我們先把 x 乘個 x 乘個 x 10x 就會等於 30.405 循環 我們這裡就開始寫405405 這堆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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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堆尾巴有兩點 代表405 這堆尾巴的小數可以循環 重複自己 然後下一步我們就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將這個小數點 一路再移 移到哪裏停 我們看到它重複3 每三個小數位重複一次 我們就將它移多三格 移多三格 在數學算式上 代表乘1,000 所以我們就將尾巴 等式再乘1,000 所以 就變成 10x 乘1,000 就等於 這裡呢 就變成 由 30.405405405 因為這堆尾巴多三個小數位 就變成 30405 再點 405405 一路去 如果我將等式 那些小數位 移到很漂亮 你會看到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這個小數的小數 然後原本 這裡我藍色筆 插上這個405 成了1000之後 它就會 走前來 又或者你這樣想 把小數點 就向後移到三格 剩下這堆 405405 其實一路在重複自己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我把零食雙減 你就會發現 後面可以把後面的尾巴全部減掉 因此 1000 乘10 就是10000 10000 減上面10x 就會得到 30405 減30 後面的小數點 其實全部減掉了 因為它一路可以重複自己 去到無空無盡 然後 再計算 x是多少 1010 9990 右邊 30405 減30 30375 你要做的就是把9900 掉過去取 很多人計算到這裡 就停手 還未可以的 因為你要做若減 經過若減 經過若減之後 你就會得到 x 就是 225 over 74 這是你的最終答案